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有人算过16年就是去世的名人特别多 所以17年也不见得会好 你看我们那天刚刚说了周有光老先生 当然这个是这个这个善终啊 也活活112岁 但是呢马上这个人物本来不熟悉 但是我怎么去开始觉得在朋友圈里啊 好多认识不认识的就开始刷屏啊 就是讲这个刘小光 刘小光才活了62岁 你对他熟悉吗 他我还真的没有太听到过他的名字 这是我孤落寡闻 但是阿拉善听过 阿拉善这个很明显 阿拉善可以说我觉得他是这个创始人 并且永远的精神上的一个一个一个标杆啊 每年都都这么年关啊 年关难过嘛 2016好像演艺界的去世的人比较多 有人说上帝在开音乐会吗 对有人演艺界谁啊 演艺界好多音乐界什么一些明星香港 那当然也是好 那当然阿拉善我跟你一样的没听过没听过的有小光 可是阿拉善有时候是从内地朋友的口中听到很很很伟大的事业嘛 就是这样一个人我现在觉得这样的人现在越来越少了 就是说你看他 我看朋友圈里所有提到他的这个权势好像充满了感动 感谢感恩 甚至于有人已经把他叫做圣徒刘小光 就是这个人呢 他好像本来呢 都是体制内的 就是北京市纪委的这个干部 我觉得你看我朋友圈里啊 也有也有这样一种人 就是说一说起他来 所有的人都觉得都得给他面子 因为呢 这个人呢 他帮助过所有的朋友 就是任何一个朋友 所以他要干件什么事 所有的朋友都无偿的就愿意帮他 确实有做人做到这么一个程度的 听起来蛮像我的 听起来像你的反面 也像我的反面 你比如说像我就觉得 我肯定是个自私自利的人 但是我现在也承认有这样的人 就你比如说 从他们像潘石屹啊 像他们阿拉善的这个 几十几百个企业家 你在他们的朋友圈里看 那都是发自内心的 就真心的怀念他 而且呢 我就说问题在于 他原来呢 是个等于是干部 然后呢 就负责审批的 比如说潘石屹就写文章怀念 当时为了拿到一个批文 等到凌晨两点 然后最后 他不但给到了批文 还给了很多民营企业家 都回忆到当时 他对他们的帮助 然后呢 这个人后来又接手了 北京的一堆那个问题成堆的国企 本来是个烂摊子 但最后给他搞成首创集团嘛 搞成上千亿的这个事业 然后呢 后来呢 又因为协助调查 进去过一两回 就什么王宝森自杀之后 还有这个是北京市有个副市长 最后也出事了 他都被牵连协助调查 但是协助调查呢 出来之后又证明是清白的 就就没有什么事 然后据说是第二次协助调查 在里边关了几个月吧 再出来观察他 身体就不大好了 但是尽管身体这么不好呢 而且就说这个人 有这个诗人呢 激情的这一面 就跑到内蒙古阿拉善蒙的 一个沙漠上 跪倒面对苍天 就感慨 就觉得就是说 人类在破坏环境 所以呢 他就用他的人脉 就威逼利诱 就中国最有钱的这些企业家 就说你们都得来给我帮忙 要办这个阿拉善 就现在是等于是中国最大的 这个环保的这个组织 团结了这个几万亿资产的企业家 共同就他带头来做这个环保啊 制杀呀 这方面的这个事情 所以像是我了解到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对 我觉得这种这样的人 我身边我也见过 当然没有做他那么大的事情啊 就是也是比较小的事情 但是你看到这个人 他如果是比较的无私 就是说把自己放的比较的小 但是呢 他特别做事情 给心机啊 就是广东话说给心机 特别用力的在做事情 而且有梦想 他有一定的那种浪漫的 或者是纯洁的这种东西在里面 这样的人就比较容易得到大家的共识 因为有这种精神啊 做大大小小的好事啊 我们都可以看到啊 有些草根的人也是啊 自己赚的不多 也奉献了很多金钱 时间去帮人啊 可是我听阿拉萨的故事 就在说那种魄力 比方说我听起来 对我很吸引的 就是说他 我微波利友 我的朋友都不会来帮我忙 一起去去做环保 他用什么来感造 他如何微波 如何利友 他自己做的证啊 自己做的证 我觉得这些 我也做的这样 问题你总有你的条件 那要江湖地位 然后之后呢 比方说你刚说 那事情我倒不知道 被千年调查了两次什么 那这个可能不晓得 这是他有他的方法 所以最重点是说 看他的结果 然后看他有什么力量 能够召集了这么多人 诱发了大家一个 共同的目标的理想去做 我觉得里面啊 虽然他现在去世啊 可以后来一定很多故事的 甚至很多意料不到 也不一定百分之百 是我们愿意听到的故事 当然很多是好的 你可以看看他的这个照片 这个刘晓光啊 这就是很多人对他寄托感情 你再看 这个也是很可惜啊 才活62岁 这个照片你知道吗 让我老让我对他有一种 呼吸困难的感觉 就像我当年看到 王小波的一张照片一样 我老觉得有点呼吸困难的感觉 我是想到交易录后 跟你说 你说有点苦 我是觉得笑起来 是 有点苦惜 再往下看 你看 所以潘石屹写了篇 这个怀念的文章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最后啊 这个临终之前呢 还去看望过这个病床上的刘晓光 他当时感觉 他说就像是一个在笼子里 在挣扎 喘不过气了 所以他觉得他走了 也就像是带着他的这个情怀 是吧 终于脱龙而出 说起这个龙 这个为什么我现在 我他去世 我才知道阿拉善的一些故事 这个故事啊 还有另外的一些个 隐喻 这个非常有意思 就是啊 这帮企业家 也都有中国的这种 一代创业的企业家 往往有性情中人的这一面 你比如说王石 是吧 这种性格你都能感觉到 而且他们是出生于共和国一个特殊的时期 这类人呢 有时候我在枪枪三人行里嘉宾也见到 有左派 有右派 但是呢 有一个共同的一点 就是说 有国有民 或者说所谓中国人讲 叫以天下为己任 那当然你有 以天下为己任 有时候 你也得想想 天下人愿不愿意让你替我们代言 但是他们这些人 往往不管这个 就是说 我就是一想的就是天下 一想就是国家 国家的前途 这种人里边 有的人 我觉得就是走火入魔了 比如说像当年的那个谁啊 就就就就 我忘了叫什么名字 就是他搞一个企业 他也在办公室里挂一个世界地图 我们也想这些人类 该想何出去 他们 但是刘小光啊 或者王石啊 或者是任志强啊 他们我觉得不属于这一类 他们属于是真的 咱就说叫根正苗红啊 就是生长在那么一个特殊的年代 你觉不觉得 他们好像都是觉得 所谓叫社会责任感 所谓就是说 就是就是当着老板的身吧 但是操着国家的心 就往往就有这样的一种情怀 你看他 但是甚至于他身上呢 也带有一些个 共产党干部的东西 比方说 为什么我觉得有意思 就说这个笼子 你知道他把这些企业家召集来之后 这些企业家在自己企业里 都是说一不二的 发生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就是咱们怎么组织啊 选举 然后这个刘晓光呢 自己感觉自己肯定是会长 这么哪着急了吗 结果大家说不行 凭什么你当会长 到最后就张成听谁的 最后讨论半天讨论不下 最后大家逼得他 要吴济明投票 说我们一定要搞民主 一定要吴济明投票 结果闹了这么半天 吵得拍桌子瞪眼 最后吴济明投票的结果是 他以毫无争议的高票 当选为第一任会长 所以你看这对刘晓光 本人也是一个改变 就是咱们按照民主的章程 比如说他跑到旁边屋里 想去听一听 人家说这是监视会 是监督你们的 你不能跑我们这来听 你出去 对吧 要把他关进笼子 就是说要把刘晓光 关进笼子 结果关进笼子之后呢 他发现还挺好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说说 那我说他刘晓光啊 让我想起我前一个礼拜出门去 然后在飞机刚好看到 New York Times 然后看到一段报道 他讲一个美国人 我现在老了 记忆不好 他访问他 做了一个报道 他是很简单一个富豪 简单来说 他就是穷小时 然后当兵 然后用当兵美国政府那时候 会你当完兵来就给你钱 支持你上大学读书 读完书 然后就开始做小买卖吧 在街头卖雪加酒什么 后来又做大 滚大 变成多少 几百亿美元财产的富豪这样 那重点在什么呢 那个文章 重点在于说 每个富豪都会说裸捐 裸捐 这是捐钱 把什么大部分财产 什么需要捐出去 他说这一位先生 我真的忘记名字没有 Barry什么的 OK 然后真的捐了 而且他今年才71岁 几百亿的财产 捐到现在多少钱 还活着 七十多岁而已 跟他太太 剩下两百万美金 比你财产还小 谁说的 我也很 两百万美金 两百万美金 你想一下 这样就捐 就捐了 自己成立了一些 慈善基金 而且到处全世界 做慈善活动 然后有个前提 我支持你这个活动 有个条件 你又答应我 不准说出来 是我捐的 我要立名的 无名是 一趟又一趟 直到现在 好像73岁 到最后真的捐掉 剩下两百万美金 跟他太太 在那里 San Francisco 租一个是租的 apartment 还是New York 我忘了 这样很有意思 因为我们平常听太多了 我捐多少钱 做善事 或是我答应 我以后会捐多少钱 他说别废话 我还没 我都已经捐掉了 都不要了 我觉得他们 我有时候觉得 就是西方人 他们看待 就是说一个是财富 另外一个是改变世界的方式 是有点不一样 他们觉得 我要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力 这个是最重要 不是说我自己拥有多少钱 有时候看到他们一些 就个人 不是说多有钱的人 一些很 就很具体的个人 他们也会做这样的事情 我有在英国一个 就是教我新闻的一个老师 就是平时你看他 看40英镑的戏 他就会觉得贵 从来没见他买什么新衣服 我送他一条围巾 一条丝的围巾 他觉得贵的不行 他就觉得 后来最后就临走 我看到他桌上 有一个孩子画的画 我说这什么东西 他说他自己 他说我就快领退休金了 我就把我自己的钱 在印度和阿富汗捐了四所学校 个人捐了四个学校 他自己都没去过那地方 特别远 但人家给他寄照片过来 一些孩子笑得特别高兴 他说我们投资教育 这个教育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他们好像 你看其实中国不是有一个 曹德旺吗 前一段有人谈论 对 手负 磁线榜 对 他就说 他说钱多了以后 人对财富的态度就变了 他说多了以后 你真的觉得要改变世界 就是给孩子们教育 去影响更多的人才最重要 而且君君你刚说 你在他桌上 看到了孩子的照片 就是那种感觉 是很好的回报 而可以让你上瘾 这句话 我是从一位大明星嘴巴听回来的 当然他不是跟我说 我是看电视 听到 他说刚开始 被逼着去做慈善的 你去慈善活动 总要捐一点钱 刚开始好心疼 可是一至两次之后 就上瘾了 他说 当我心疼之后 有一天 突然收到一封感谢函 是那慈善活动里面 受到好处的小孩 一起写了签名 写了要卡给他 他说 他那一下刹那 拿到了感谢函 他就哭了 他说 不明白自己 为什么哭 他说 我没有宗教信仰 坦白讲 我舍不得 突然平常我去活动 拿个五十万 一百万出场费 现在去我还要捐个十万 二十万 五十万出来 我心疼得要死 可以再买一块表 可是就是拿一张卡 他说改变了它 之后他就做算事 而且每一次捐钱 他说要怎么样 捐到自己会 略略感到心疼 那个数字 你才有感觉 其实有一点像赌钱 我们赌足是说 你输到我能力范围内 其实我没快感 一下从圣徒变成了赌徒 你这个转折好快 有一通通的 比方说 我有能力输十万块的 我假如输了九万九 其实我没有快感 输到十一万 心疼了 然后我就要追回来了 又什么 他说 做善事 要做到自己心疼的感觉 那才好 那这是比我境界高了 我是做善事 还是做恶事 都像做贼一样 我就根本的我不想 知道你有做善事 这是我 我觉得我就是最生物 现在据说动物都有测瘾之心 我觉得我可能就是最原始动物的那一点 就是说 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随缘 就是他 某一天我在电视上 看见一个联合国组织 放出了一个儿童的脸 这就是个测瘾之心 而且我觉得这是 我跟我自己之间的事情 就是说 包括有些朋友 他们做的一些事 实际我也偷偷给他们捐 但是呢 我都要求匿名 我都要求匿名 因为我就觉得 也不知道为什么 做坏事 怕人知道 反正做好事 你怕别人都来找你 我也觉得丢人 就是不是 你不知道吧 这事我是自由的 我控制在我自己能控制的范围内 绝不会让我肉痛的 但是都知道了 我就觉得 就有压力 我想回过头去说 你刚才说像 就像这个刘晓光这一类人 我真的 我不了解他 也不知道他背后有多少的故事 但我假设吧 就是这一类人 因为我见过 比他更规模小 就是这个场面小 就小一些的人 我觉得他们是这样 你首先呢 你自己要 所谓成功吧 就是说 你在你这个行业里面 你做的事情 你证明了你是有实力的 你像他一开始做 那个首创等等 也是做出来了 对吧 成功 你要根本不成功 没有人扶你的 那他做 他有做出来 另外呢 这样的人 他会信奉一些 他的精神上的东西 或者是价值观 那这东西让人家看到 他真的去做 那么 很多人呢 未必 之后还追随他 在他的 我认同你这一点 但是我可能 做不到你这个 我自己会慢慢偏离 但这个东西 都会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慢慢会留下来 就是为什么 人家会服呢 我举个例子 就是我在说的 就是我以前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新闻编辑 他就是那个踏踏实实 踏踏实实 每一个字给你敲打 而且他自己就是 没日没夜的 也不追求什么功名利路啊 他当然他自己 可能有自己的偶尔 也会有挫折感 但是他那种 他是那种热情的精神啊 虽然我们后来 慢慢会偏离他那个轨道 但是每次你自己 写到稿子写 你都想到 哦 那个人会这样改 那种精神会在你心里面 你知道tation这个词啊 这个词在 激情 对在古希腊原文 叫做神在其中 就是说你这里面 是有一种神的精神 他们有人认识 刘晓光的人 就是讲这种 就他有一种激情 你知道 所以很多凝聚力 靠的是人格魅力 你就说 为什么这些大老板愿意 当然一方面 可能欠他的面子 欠他的情 有这个关系 但是更多的是这个人 他有时候有一种激情 领着大家 你环保吗 这是大善 对吧 而且呢 他你说他把首创 做那么多钱 但周围这些民营老板 都知道他自己没钱 他知道 你知道吗 中国很关键的一个地方 说一个人叮当干半天 自己没落下什么 哎 这个本身就让大家尊敬 对 而且就是说 他又比我刚才说的 那个又高一个层次 就在哪啊 哎 他不但是要让人知道 相反 他运用他的影响力 我没钱吧 可是我只有我能把你们这么多老板团结再起来 干一件真正大的事情 老实讲 他干的事情国家就应该干 对吗 他实际上真的是 我觉得他与国分忧 某种程度上 对不对 什么治理沙漠 好像这不是与国分忧吗 他其实 但是我就觉得 他有时候让我想起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圣徒 我是不相信的 但我也不是绝对不相信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会有那么一种啊 我们很难企及的人 老实说 打死我都不要做这样的人 你知道吗 就不照顾自己的身体 不想就自己的人生也是有意义的 对吗 但是他们那一代有这么一类人 我经常见到 你也可以说是他受了某种教育 你也可以说是 就这世界上就是有这么一种人 他对他个人生活的享受 好像没有太大兴趣 甚至他的享受可能就来自于 他给你治理好了一个沙漠 那这种不叫享受满足感 生命意义的满足感 他享受过了 你比如说 当然咱不能把它随便比赴 过去有人说 比如说有人聊特别引用那句话 讲这个圣雄甘地 就是说你很难想象 在上个世纪 在大地上曾经走过这么一句肉蛆 这就是肉身之蛆 血肉之蛆 其实让我想起中国古代说的那个墨子 墨子 就是摩顶 咱们的描写摩顶放肿 太阳晒着 整天光这个脚在大地上走 叫奸爱非公 到处提倡 就是帮别人 大家不要打仗 要有爱 是吧 这让我想起来 你说那个 我再说一个更小版本的 可能就是去年还是前年 就有部电影 大家可能都看过 叫什么什么大饭店 我忘了 里面那个人啊 他就是一个饭店的那个店主 他其实人很风流的各个方面 但是呢 他有一种精神 就是文明的精神 我出去都很体面嘛 他 他那个故事到后来 就他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就爆发了 那么他在那个列车上面 因为他下面的一个人 被那个德国人拿枪指着 这样 他就觉得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然后这个 他好像自己被打死了 我依稀记得是这样一故事 他就想说 整个是说 他相信的那个世界 那个优雅的文明的世界 其实早已经就不在了 我想说 有的时候 你甚至未必达到一种 甘地那种 多高的一种精神要求 而是 你在乎的一点点的尊严价值 那种东西 甚至是 让你自己觉得舒服的 一种一种体面的东西 这个东西 我觉得还是可以坚持的 但常常我们看到 这个东西在丧失 让人非常悲伤了 他在丧失 但就是因为这样一个过程 你会不断的 还有那样的人在 你会去缅怀那个东西 对 我就剩下缅怀这样的人 枪枪三人 想广告之后见 当然咱必须说明 我们对刘小光 既不认识 也不了解 完全是根据他们发来的这些文章 我们去想象一种人格 当然也许这个人幕后有什么 也是我们很难 很难去假定的 可是不管 人都去了 未来也跟我们没有关系 唯一有关系 就是说有一个人 他发了一个善心 也有魅力能力 召集了做好事 这个就变成说 让我们会觉得说 对人间是有希望的 你想象我经常说的 假如你在一个环境里面成长 你从小没有被别人尊重 你看到的都是高大功 欺骗等等 你放心好了 不会尊重别人的 当你长大 你不会尊重别人 对吧 你没被尊重过 所以这种 我们简单来说 好人好事 当然听得越多越好 我们也 现代人没有那么天真 假设真的 不会出现其他的负面的消息 可是有人做过 愿意放出他的时间心力 做这种事 那很好 会成为我们 诱发我们善心的动力 唯一担心的 这是说 因为可能因为很敬仰他 称他为圣徒 也不仅是过不过 我是看效果的问题 效果 因为很容易至少 对我这种阴暗的人说 一看到谁是圣徒 谁是圣徒 我马上就想 好吧 有你圣徒就行 我不是 我是凡人 你不用做了 我也做不到你 对不起 我做不到了 我就觉得说 因为圣徒也好 成佛也好 是一个修行的过程 刘晓光刚开始 也可能没有做的那么过瘾 可能也是心疼肉等等 慢慢越来越上瘾 做好事是会上瘾 而且圣徒 你看是不是天主教是死后丰盛 对 死后丰盛 因为如果圣徒一直活着 也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事 因为人是会变化的 你看当年我们说的很多 那一代企业家的精神 你比如说王石 这当年是多被人敬佩 能够把这个公司收为己有 但是仍然所谓情怀 那一度也是 大家觉得这了不起的 但是现在 尼尔万科的事情 算是落幕了吗 但是也有些人说 这并不是王石的胜利 就是说 最后感觉到 先是证监会 保监会 查你这些险资 不准拿来买这个企业 有什么野蛮人 妖精 骇人精 这些话全出来了 然后这些险资就退 说我们不买了 退 然后华润 全部的给了深圳地铁 把股份让给深圳地铁 那么变成了一个深圳的国企 最后 就跟万科王石的团队管理层 等于说又是重涨大局 所以我不懂了 我是看到有些文章就讲 说万科是赢了吗 但是王石到底是输了 还是赢了 就是又会有这些个争议 所以你知道 你这人活着 那么在时代的变迁当中 对 有时候他太近了 他太近了 你也看不出他到底是 就是说是好 就说什么是胜还是凡了 当然我不是说那个王石是胜 我只是说有的时候 一个是距离太近 另外一个就是说 大家现在也开始在乎 这个斗争的姿势 优不优雅 不过你看都很巧 周有光 留小光 这个要有光 这个光 说2017啊 要有光了 是吧 上帝说光 没了吗 上帝说光是好的 于是就有了光 有光